德国茅塞98k步枪有效射程800米 1935年成为纳粹德军制式步枪 G43步枪这款步枪在最初生产时部队士兵拒绝接受原因是像98k SDG44突击步枪这款步枪是最早的突击步枪 是德军二战时的制式步枪之一 有30发的弹容量 SVT40半自动步枪是苏军二战期间的制式步枪之一 M1903春田步枪这款步枪是志愿军最喜欢的一款步枪 可是却是美国一战二战的制式步枪之一 M1加兰德步枪这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制式步枪 这款步枪在实战中的表现被称为二战最好的战斗步枪 美国1918波朗宁自动步枪虽然叫做步枪 但是二战时大部分都作为轻机枪的一种使用 三八式步枪这个不用太多介绍 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九九式步枪是日本代替三八式的新一代军用步枪 中正式步骑枪是中国近代第一种制式步枪 原型 为德国的毛色步枪 进行对吧 谢谢大家